网飞打造的真人驱鬼剧集 路德灵一侦探社正天来袭 别人到了18岁都会上大学 但他们每天却要训练怎么抓鬼 剧毒可以有效减慢死灵的速度 但撒出一滴就会被扣掉半个月工资 细沙盐巴加上雷消酸银 可以和鬼魂产生化学反应 生铁能屏蔽大多数亡灵 亡灵越凶 制作的屏障就必须越坚固 如果想在这一行活得够久 就必须学会高超的剑术 女孩名叫路西卡莱尔 她拥有聆听鬼魂声音的阴阳耳 第一次出任务 她就帮团队成功驱除了一只秘密 他们这次要封印沼泽工厂中的幽魂 根据情报是第一行鬼魂作祟 在他们进入工厂后 路西负责用阴阳耳探查鬼魂的卫女 她很快听见了一个小孩的声音 那是一个坐在地上的鬼魂 但路西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 这根本不是一行人意事情 路西认为大家必须马上撤退 但队员却觉得是路西小题大部分 眼看身边的同伴都跟了上去 路西急忙回到工厂门口 让地中海社长马上叫大家撤退 但社长为了赚钱 完全不理会团队的死亡 路西只能连忙重新回到工厂 等她赶到大厅的时候 红伴已经和鬼魂发生了战斗 闺蜜诺莉站在门口一动不动 这是冲煞才会出现的状况 此时大门内的灵智正在向外扩散 路西只能关闭大门 阻挡里面即将冲出来的死灵 就在路西不知所措的时候 社长突然出现在门口 路西声嘶力竭地想要寻求帮助 但胆小的社长却被吓跑了 这次驱轨导致五人死亡 他们的名牌被贴在了纪念碑上 但在死灵之处法庭上 社长却将所有错误全都推给了路西 路西想要当场反驳 却根本没有人在意她说的话 社长早就和人私下勾结在了一起 死去的人虽然得到了补偿 但路西的闺蜜却永远陷入了城市